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来到元宿这个潮营地带 买东西也是其次 我带着肥了不少的身躯 穿过横街 目的就是为了它 我等不及了 本来想说很多东西的 但是都是吃了才说 好厚哦 很好吃啊 很好吃啊 它松出来不是生的 它是很有质感的 而且买个酱 真的不手软 用了很多夏威夷果一样打射 好滑好香 热辣辣 Pancake也要吃这个 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Pancake 这个很难做的 因为它的蛋白要打起了 然后再混合面酱 煎的时候不可以心急 因为如果不然表面就焦了 里面就会散 它现在是熟了 但是它很有胆性 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啊 很香 很香 濕了你一块啊 这个是Encore 其实 我又转过弯 走回元宿的大街 本来打算去新海 新宿的了 但是竟然不让我发现它 Controls 感毒啊 本来要去到新宿才有的 但是原来元宿有一间这么大的店 还有雪糕吃 当然要两样都要吃啦 这间店最出名就是做Pub 所有的原材料都来自北海道的 北海道啊 牛奶当然是正啦 怎可以不吃它们的雪糕啊 我们一起数一下有多大杯 1 2 3 4 5 6 7 8 9 是9圈啊 足足9圈啊 你也不是说不开心啊 为了港币30多元杯 值得吃啊 哇 终于有得吃啦 试一试 好吃啊 这个奶油好味啊 不是 这个奶油好味啊 不是 这个奶油好味啊 是有almond在里的啊 试一下 试一下 嗯 这个好吃啊 和我们吃Holly Pups呢 不同啊 这个甜点 脆口点 大条鱼 嗯 下一集 我们来到人形丁 肥的黄牛 你就吃得多啦 瘦的黄牛 你又吃过没有呢 A5黄牛的后腿肉 加上新的吃法 吃了不肥腻 还有我今次住的民宿 非常宽敞 有没有兴趣看一下 留意下一集啦 啊